省吃鹼用這句去打工 最近多上一天半 亮先生辛苦存了一個月的打工前 在網路上買了二手的iPhone 6 結果遲遲沒拿到貨 這才知道上當受騙 亮先生8號在臉書社團 看到二手iPhone 6賣一萬五千元 和賣家無姓女子交售後 女子傳了證件照存折布 賣家在寄貨前又拍下顧客手指簾 讓她相信貨已經寄出了 結果期待的手機成了一場空 那個寄貨單 然後我就去匯款 然後結果她說隔天的中午 大概中午會到 然後我後來發現就是貨沒有到 然後她也聯絡不上 無姓女子傳證件照還拍下IMEI碼 確定手機是真的 甚至存折布和寄貨的顧客手指簾 但其實這些都是詐騙技巧 無姓女子寄給廖先生的 宅集片單據是真的 但為什麼貨遲遲沒有到 關鍵就在宅集片上的 顧客手指簾 查詢物流端 貨品並沒有從高雄寄到台北 這組流水貨號 實際是從桃園寄送到苗栗 換句話說 貨號的確存在 但業務司機手上的 收集見人資料 和廖先生看到的 收集見人資料完全不一樣 業者懷疑 可能是顧客手指簾 遭到竄改了 先寫上去之後再塗掉之類的吧 不管再怎麼打賣家的電話 就是不會通 臉書對話也在匯款後消失 循現了解賣家無姓女子 年近18歲高雄人 六月份PO文訊息 人在大陸 但廖先生已經報案提告詐欺 不讓自己辛苦的打工前 陸入詐騙賣家手中 藉由陳嘉明燕台北報導